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的节目文哲就给大家分享其中一句 叫做好男不娶虎刺眉 好女不嫁流光垂 那么这句俗语是什么意思呢 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哲理呢 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来共同探讨一下这句俗语 首先咱们先来分析一下好男不娶虎刺眉 其实虎刺眉是一种植物 也叫做铁海棠 麒麟刺等 在公园里经常能见到的一种植物 这种植物的静感上长满了尖刺 如果男人去靠近它 一不小心就会被尖刺扎伤 给人一种生人物尽不可侵犯的感觉 因此这种植物的花就算是再好看 也只能可远观不可卸完烟 在古代人们看来 那些金酸刻薄的女人就像是虎刺眉一般 浑身带刺不容易被驯服 而且古代提倡男尊女卑 三从四德等思想 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 这就导致许多女人的性格都被固化了 变成了一致的温婉与贤惠 至于像虎刺眉的这种性格的女人 就不是古代男人所喜欢的类型 毕竟以前的女人都是很顺从男人的 如果一个女人说话尖酸刻薄浑身带刺 那么这个女人早晚会被她的丈夫修掉 所以在古代男人是非常不愿意 取向虎刺眉这般尖酸刻薄的女人为妻的 接下来咱们说一说 好女不嫁刘光锤 在旧社会刘光锤其实是一个贬义词 也就是农村人常说的二溜子 以前人们的思想都比较保守 衣着也是很简单与质朴的 他们喜欢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 梳着蹭亮的油头 给人一种流里流气的感觉 这种男人就是所谓的流光锤 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好女人不愿意嫁给流光锤 因为这种男人比较蓝散 而且花心又好色 整天不务正夜 总给人一种不安分的感觉 以上就是好男不娶 胡子梅好女不嫁流光锤的 这句俗语的意思了 以及所蕴含的哲理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认不认同这种说法呢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若是您在情感方面 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